爸爸我们看到,这是蛋糕 货架上的蛋糕,各种各样的蛋糕,连郎满目的 很多很多 甜蛋糕,水果蛋糕,巧克力蛋糕,生日蛋糕,礼品蛋糕 各种各样的蛋糕 这是冷冻食品 很多很多的冷冻食品 这些做起来比较方便 烤一下炸一下煮一下就可以吃的 冷冻食品 这是冷冻食品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货架上的面包 这是一个面包柜专门的柜台 这是披萨品 这种面包,这种披萨品爸爸吃过 特别难吃 酸得要命 牙都酸倒了 我爸爸吃过一次再也不买了 这些面包是Bagel 属于Bagel男的 也是各个各式各样的 宝宝可以看一下 远远的看一下 这个面包柜台 宝宝是不是看见了远远的有柜台 有近有远 远的东西就小 近的地方东西就大 宝宝看见了没有 这是Muffin Muffin是很大的一个点心 Muffin跟爸爸妈妈小时候吃过的 鸡蛋糕是差不多是 味道是一样的 爸爸小时候特别爱吃鸡蛋糕 这个Muffin吃起来口感跟那个鸡蛋糕是一样的 这个看看各式各样的Muffin 这个Muffin也还是挺好吃的 我们看一下专门看一下这种Muffin 这种Muffin有多少个呀 宝宝数一下 这种Muffin横看有三排 树看有四列 一共是十二个 十二个Muffin 它是有四种 最左面的是巧克力的黑色的 中间是带巧克力豆的 还有一些其他味道的 总共是四种口味的Muffin 爸爸我们看看羊角面包了 上次是不是看到羊角面包了 前几天 是不是啊 今天再复习一下 这是羊角面包啊 宝宝 人家面包三百克一盒的羊角面包 爸爸上次跟你讲过 羊宝 羊角面包了 你要好好复习一下啊 认出来了没有 认出来的话伸伸腿 踢一下这个盒子 伸出小手来 摸一下这个盒子 用小指甲 扣一扣这个盒子 看你们能 看你能不能把这个盒子扣开 扣一扣 啊 乖 这是 底下的是一个小 小面包了 小巧克力面包 我们看看这个其他的点心了 这点心挺好吃的 爸爸挺爱吃的 这是瑞典 瑞典式的点心 早餐的点心了 果腱饼 这是贝果了 一个一个一个的 宝宝 我们看看这边 这边是什么呢 宝宝 这个你认出来了吗 这个也是像鸡蛋糕一样的 不过形状不一样 鸡蛋糕式的点心 看到了吗 宝宝 看到了 举一下手 举一下手了 宝宝 乖 这是蛋糕了 还是蛋糕 这是苹果派 宝宝 看到了吗 各种各样的苹果派 巧克力派 还有蓝莓派 这个是 其他都是水果派了 很多很多的派 这也是这也是一种点心 毛毛撞撞的 宝宝 你看看这个点心 为什么是白的呢 因为它上面有很多粉 宝宝 伸手摸一下 你能摸到粉吗 把粉摸到了以后 放到嘴里舔一舔吧 好吗 宝宝 好 做一下这个动作 伸手摸这个白点心 点心上有白色粉 摸一点 放到嘴里尝一尝 甜不甜宝宝 甜的话 笑一下 他宝宝笑得很乖啊 白 我们看看这里的柜台 柜里加薪点心了 这个柜台是什么呢 这个柜台也是点心了 加薪点心 这是加密的加薪点心 看看 这是蛋糕 还是蛋糕 不过这种蛋糕不是很好吃吗 看到了吗 宝宝 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这是燕麦片 大麦片 这玉米玉米面 小米 树类的东西 这些是些坚果了 核桃 都是 这是种子的果 果实之类的东西 这些是一些坚果 包括现在是脑子发育的时候 要妈妈说 对妈妈说 吃核桃 吃核桃 吃枣 这些东西 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很有帮助的 以后你就对妈妈说 妈妈 我想吃核桃 但是我现在吃不到 你吃点核桃吧 你去吃了核桃以后 我就吃到了 好吧 今天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坚果 看到了很多很多点心 我们以后继续看吧 宝宝 好 今天就到这了 宝宝再见 谢谢